在正式开始今天的内容之前 希望大家能够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 这样我们的视频就能够有更多的这样的一个推进量 给我们视频点赞的朋友 可以联系我们助教免费联取一个日本蜡烛图技术 好了 接下来我们进入正式的话题 就在前几天 咱们外费交易市场的一个重磅消息引爆了 MT4MT5竟然被苹果商店下架了 这真是火酒精 很多朋友肯定被吓到了会产生担忧 这是怎么回事 MT4是不是要被全面禁用了 我知道大家的担心 MT4MT5到底还安不安全 还能不能接着用 下面我就给大家分析一下情况 其实MT4MT5为什么会在苹果下架 大概应该都心知肚明 苹果是哪里的公司 美国的 MT4所属的母公司 麦达克公司 又是哪里的公司 俄罗斯的 俄罗斯现在在干嘛 他们忙着干账 忙着给西方国家断气 美国又在干嘛 联合西方国家制裁俄罗斯 所以MT4MT5为啥会在苹果下架 懂得都懂 MT4MT5比苹果商店下架后会出现什么问题 有人问了 已经下载过软件的会不会受到影响 这点大家可以放心 已经下载过软件的不会受到影响 你可以继续使用 就是在重新上架前不能进行升级 也有人问用安卓设备的会受到影响吗 这个更可以放心 苹果是自己独立的iOS系统 跟安卓是复不关联的 苹果商店下架可影响不到安卓 所以安卓设备现在都是正常下载的 还有人问 这会不会影响到我的出入金 我可以给大家说 只要你用的是说正式金管的正规平台 这是没有任何影响的 因为你的资金都是存放在金管银行的金管账户 你的资金的转账存取都是由交易平台处理的 MT4MT5只是用来在信交易的一个交易软件平台而已 是不会影响你的任何出入境的 如果你开付的平台以苹果商店下架MT4MT5不让你出境了 只能说明你用的是开平台 如果你还不知道怎么并别平台是否正规 你真该好好看看我之前的视频 或者也可以给我留言 或者去我的公众号阿萨社区留言平台 这两个字就能够拟取正规平台的资料了 MT4MT5在苹果的下架 对整个行业的影响还是挺大的 很多就是用着苹果系统的新手朋友 就没办法在手机上下载 在网上甚至有网友发布信息 说是要5000块钱出售自己下载了MT4的苹果手机 还有人说要去买个安卓手机 这些方法不得不说挺费钱的 但也算是一种解决方法 不过大家也不用担心 这种情况对麦达克公司来说也是个巨大损失 他们肯定会想办法让网件重新上架苹果商店 或者用其他办法让你能下载MT4MT5这个软件 如果有最新的消息和方法 我们肯定也会第一时间通知大家 大家可以关注我们的账号 也可以关注我们的公众号 阿萨市区上面会发布第一手信息 好了今天就说的是 我是周老师 关注我带你看透交易那些事